外道种类多少 住今不已 用你照前面这些意思来看 你就晓得 这个内外大致就能够辨别了 佛在经上讲的也说得很多 像大日经讲三十通 《涅槃经》讲九十五种 《华言经》跟《大智读论》讲九十六种 九十五种 为什么又加了一种 这一种就是阿罗汉 辟知福 小臣 为什么把小臣算作外道呢 白论云 顺声闻道者 解习是血 阿罗汉跟辟知福 跟大臣彼宴 他就是血 你看声闻 虽数如来镇教 但是缺乏 故业余于九十五种外道病例 而称为九十六种 声闻 这个国位 临时设立 好像是中途站了 没有到目的地 你到中途站 就把它认作是目的地 就住下来了 错了 你学佛的目的 是成佛了 声闻跟佛 差得太远了 比如 父母叫儿女 希望你将来 拿到最高的学位 好好的念书 拉个波斯学位 那么你念小学 小学毕业了 你就满足了 你就认为 我的学位已经拉到了 错了 那不是的 小尘误会 就像这个比喻一样 他只是小学毕业而已 上面还有中学 还有大学 还有研究所 不知道向上提升 所以称他这外道 其实 我们都按 第一个 儿主 真的很 陪我